你这么爱北大,被北大驱逐那一天是不是非常的 其实北大也没有驱逐 就是我85年又在北大 86、87年到88年 我一直很悠闲地过着读书的 教教学生,反正学生爱来上课不来上课都跟我没啥关系 因为北大的风格不就是这样 突然发现周围的同学朋友都开始出国了 第一个offer是谁,是哪一个 第一个offer是Ohio State University 他给了我两万美元的奖学金 就说剩下一万就得你自己想办法了 我还真是到处借钱,根本就借不到 谁借我那么多钱 以前必是英雄汉 反正他现在也不给我发钱和奖学金 那我就干脆自己去赚这个钱 反正我就在北大的应该是在42楼 还是一楼,拐角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42楼 但那个大楼的每一个楼的管家不有一个活动室吗 那个活动室是不住学生的 里面放个大电视机什么的 我就向那个管楼的人租了一个小活动室 活动室里放上二三十张客座椅 就让这个就在北大里面无证经营 因为我本身其实平时在班内的时候 就说正式的北大的班我也给他们讲 为什么呢?因为这帮孩子不少都要出国 我说你们学这个贩毒有啥意思啊?22篇课文 讲22个礼拜 你们的智商和情商哪需要我讲22次? 我说20篇课文 我用三到四堂个给你们全部讲完 讲完剩下来的 我说我就给你们讲拓夫算了 所以北大的第一批考到拓夫高分 并向到国外去留学 都是我的学生 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经验移到了收费版 还是在北大 大部分还是北大学生 但是已经有外面的听说的也进来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说 就是北大处分我的一个由头 因为北大突然发现 有人从北大的自己开的拓夫班里面 退班了跑到我那儿来想 等于我侵害了那些在英语系半班的 那几个人的利益 那当时北大给了我一个行政纪国处分 叫做 还把我的这个处分通告 贴在北大的储倡里面 贴了一个月 大喇叭 当时北大的那个大喇叭 拨了整整一个礼拜的处分通告 那我就出去呗 我一边出去 就是说这样我可以自己继续看白 赚足够的钱 到最后钱够了 我就到美国去留学 我留学 如果我正拿到博数学位来回来 你北大我再来也不晚 其实当时我出国的钱已经有了 但是呢被钱迷了心窍了 我觉得这么好赚的钱 我干嘛那么那么快放弃呢 我就继续再干一两年 再说呗 当时特别有意思 我跟我老婆说 你看我们干到三十万就可以洗手不干了 因为三十万当时换这美元的话 就四五万美元了嘛 那到美国去留学足够了 没想到到了三十万呢 就是我们一合计就说 那干到一百万吧 既然那么好赚钱 干到一百万吧 干到一百万了 也想不到放手 对 就是一个典型的 把自己从输灾生活 回到现实生活 并且变成商人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分界线 我们可以往里走两步吧 当年这里面的荷尔蒙弥漫 这么多年轻人 是吧 这个好像又在做什么东西 所以你们办公室是两边是吧 当时 当时应该是从这儿 你还说这个门进去的 嗯 现在就变成功能柱 上面能进去吗 可以可以 打开了可以进 连这个灯都没放进 原来我们在的时候 给它赚了不少钱了 嗯 现在菜地没了 能不能看到 可以可以的 应该看不到 被封起来了 对 被封起来了 下去吧 这个地方已经弄成这样了 哎呀 嗯 开心 开心 说这个礼堂 至少走出去了一两万 中国的留学生 到美国的名牌高校去读书 就在这儿办公 晚上就在礼堂的 一千多人 进两千人的座位里面 给所有的学生上课 最厉害的时候 大概能上到十二个小时的课 哇 就北大 北大 北大这个 这个这个 一个月的课量 我大概两天就能上完 嗯 是不是世界范围里面 英语学习 没有像中国 像新东华这种方式 全世界范围里面 有相似的 至少当初是没有的 嗯 因为当时我91年出来以后呢 我用的第一批老师 全是北大的我的同事 嗯 因为英文水平好 是吧 也不需要培训 但是后来 其实过了半年不到 这批同事 就全部被学生给赶走了 嗯 不是这些老师的英语水平不行 嗯 而是他们就是不能符合学生的本身的就是学习需求 嗯 因为这些学生来呢 就希望以最快最短的时间能考出最好的分数 也就是说本质上来说他们来不是为了真正的提高英语水平 对 他们都是为了提高考试水平 嗯 我刚才我觉得在礼堂 也有点像当年那种 19世纪中叶旧金山那种感觉 当年那个go rush 然后你是给当时做基础服务的 对 有点那个感觉 对 那种历史的特定语境不可复制了 不可复制了 嗯 自己有意无意的参与了一个历史时期是这样 对 我们说大家对英语的这种变化 80年代是那样的一个气氛 90年代变成一个 充满了就是平等啊 各种寻找机会这种狂热的时代 嗯 两千年之后这种东西又发生转变 我们又入了WTO又又开始办了 对 其实大家对英语的态度没有改变 但是呢就是 80年代大家英语水平都很低 90年代呢 大家是追求出国 嗯 也不是追求英语水平 嗯 90年代的英语学习分成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要出国的 嗯 一种人就是要在工作中 嗯 要到外去的 要到外去去 嗯 到了 两千年以后呢 成人学英语的热情反而下降了 嗯 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的成人 一个是英语水平开始提高了 嗯 第二个是就是说 从初中高中开始英语教学到大学 英语教学加强了 当时四六级 考研 呃 第三个呢 就是学生发现工作的机会 都不仅仅是去外企了 嗯 对 本部企业兴起了 创业公司啊 对啊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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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干活啊 等等啊 公务员啊 发现这个东西英语水平 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制的刚性需求 英语就变成了一个华向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嗯 就是猛然兴起的 嗯 很多家长突然意识到了 我的孩子未来是要出国 或者说我的孩子未来考大学的话 我的孩子英语必须要好 像北京上海就从一年级就开始了 嗯 就这个变化特别明显 嗯 嗯 那青少年的英语学习就一如既往的就是火热 嗯 就是越来越热 现在英东方这种 他的比例 这个收入比例来讲 嗯 青少年这部分占多少 那部分那部分已经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了 嗯 对 对你来说英语是 比如说我们我们跟刚刚跟徐老师聊天 就很很强的感觉 你看他一方面在翻译乔伊斯 翻译王尔德 嗯 就英语是一个那种文明 嗯 那种连结 对你来说英语是 是什么感觉 英语后来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是啊 嗯 那会不会那种 对自己这个培训的这种本身的怀疑 就是 我就是 不经常怀疑是吗 其实因为怀疑 所以反而我做新东方做的 做的不是那么带劲 你知道吗 来 嗯 谢谢 这件事情就说 就是应该这么说 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嗯 因为你毕竟在帮助成千 新东方一年三百万学生在这 帮助 上百万的学生 因为新东方的老师的辅导 他们的在班内的成绩变得更好 你不能说这些没有意义 那某人是不是也加固了 我们并不喜欢那套英识系统 或多或少就是说 但是我做的事情也 也不是坏事 为什么呢 你看想要出国的孩子 通过我们的培训 他上了国外更好的大学 嗯 是吧 那么想要上大学的孩子 通过我们的培训呢 他上了中国更好的大学 嗯 而我对新东方老师要求就是 尽量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 只要他跟上了 如果没有新东方老师辅导 他依然能够跟上 我觉得只有新东方的成功 嗯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做的事情不伟大 也不是坏事 嗯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 城市孩子上不了大学 对城市孩子影响不是那么大 他有很多的别的机会 可以出国 是吧 还可以就是说 就是说 父母帮他们解决别的 别的办法 但是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 其实他就变成一辈子农民了 嗯 你是不是对这种平等 对这种公平是非常的 我是挺在意的 对 非常在意的 挺在意的 很大的驱动力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是我的 部分以上是我的教育理想 一点都不宏大 因为宏大的教育理想 都是要做全人教育啊 什么就是 数字教育啊 就是说 把中国孩子培养成世界的精英人物啊 但我觉得 基本上就是说我现在我更多的精力 自己已经倾斜到了 就是农村 我怎么样把新东方的教育资源 在我隶属能力的范围之内 覆盖到更多的农村孩子 这件事情也许 别人不一定愿意去做 也不一定泄于去做 而我有能力调动这样的资源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心情去做 也许反而就是 是有点意义的事情 当然思考归思考 要做起来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是因为现实太复杂 太麻烦了 就 不太好说了 就是现在的农村呢 出现的问题比较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农村是不是会进一步空心化的问题 就我们小时候的农村是很热闹的 那是一个很温馨的场所 你知道吗 农忙的时候的热闹 农忙以后的庆祝 过节的时候的互相亲戚走来走去 小朋友在打鼓场上 打打闹闹 你现在在农村地区已经看不到一个 像我们小时那样的那种兴旺的农村景象 所以你就会发现 大量的农村小学 国家造了很好的校舍 当时造的校舍 一般能容纳300人到500人 一个大的村小 结果现在通常只有80人到100人在里面上学 为什么 那个并不是这个村庄的人数减少了 村庄里面的户口还都在这 宅基地还都在这 搬到省城地级市县城去了 还有镇里面 现在镇里面的小学一般都是满的 到了县城的小学和初中 那就买得不得了 它这里面一系列的反应 国家的教育经费是根据生菌不款的 如果这个学校是300人的话 根据300个学生的生菌不款 这个学校冬天的供暖费 什么电费 什么都是够的 现在降成了比如说100人 少了200人的生菌不款 它还要维持那个校园 所以到冬天 取暖费没了 我去支持了两个学校 给他们装了电奶炉 不允许烧煤 烧煤污染环境 他弄完电奶炉它不开 我说为什么不开 他一开就一个冬天 就是4万块钱的电费 我没这个钱 所以我就说 那我每年给你4万块钱电费吧 但是你这个能弄几个学校 弄不了几个学校 所以这个中国农村发展 怎么变革的问题 孩子教育问题怎么解决 公平性怎么解决问题 反正我还没想出头绪 但是这个事情呢 就是没事有事 就会在我脑袋中转着 这现在想最多的一个 算是有意无意想的 比较多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天天到农村去考察什么的 我一年也就最多走两三次 我今年冬天 还要到农村去走一圈 我就是在 就很多问题 是短时间的很难变过来 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中 你是个人是解决不了的 我已经早就忘了 太难了 这已经很难了 对 你还能写出来吗 写不出来了 不会了 这个大概还记得 这个稍微简单一点 我从来没有进入过 任何数据思维和抽象思维 所以我看到任何数据思维 和抽象思维 我都是晕的 我就不能老跟一堆人在一起 我也不行 对你也不行 但我觉得你看起来挺行的 对面对这些农村孩子 我会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一种 就是说 鼓励他们 对鼓励他们的一种亢奋状态 过去这些年你做这种 就是你希望帮助这些 更边缘或落后地区 学生提高升学率 就这个努力 在当时最初这个想法 是怎么开始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改变 自己命运的唯一的机会 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一个农民的孩子 如果说能上上正规大学的话 对他来说扩大他的事业也好 扩大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以及人脉关系也好 以及他的自我认知也好 一定是有大大的好处 我相信进了大学 整体来说 命运总会变得更好 因为人的想法是被观念改变的 那能够改变了观念的 最好的地方就是大学 大学生在那里 不是说有一个校园 不是说教了几门知识 而是他同学之间 同学和老师之间 而校园和社会之间 一起相融 相碰撞 给这个人会带来 人生一辈子的这种观念的改变 这是我认为大学 最重要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说 大学应该是一个自由的 包容的 开放的地方 应该比社会更加自由 包容开放 原因就是因为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间 他们才能碰到出火化来 才能碰到出思想来 才能碰到出眼光和格局来 这是我对大学的定义 我认为大学 是不是去学专业的地方 你觉得你说我们有几个人 这个一辈子用的是 大学学的专业 你看你学计算机的 你用到了吗 我学英语的 我现在一年能用英语 做一两次讲话 就了不起了 对吧 他都不是在大学 激荡碰到出来的思想眼界 对人生的不满 和对世界的不满 完了最后 希望改变自己 和改变世界的那种 那种心态 这个东西是你在农村学不到的 他不上大学学不到 你在工厂打工学不到的 那么他既然有这样的好处 我能做的唯一的就是 帮他上大学 因为这里面的鸿沟是无情的 表面上是打通的 比如说表面上打通 比如说中国的高考 所有的孩子只要上到高中都能去考 不管你农村孩子 最后分数是一样的 所以表面上打通的 但是实际上他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城市的孩子 他从小可能就是在最好的业务员 最好的小学 最好的初中 最好的高中上学 他很自然的这条路 对他来说是一个 没有障碍的道路 在农村孩子来说 小时候有的农村孩子 业务员都没有 从小在那个春小上学 完了又到正理的初中上学 正理的初中 他连到县城最好的高中 他都去不了 以至于高考中间 或者是中考中间出现的题目 对农村孩子来说 比如说你出一个 有关高题的题目 是吧 有关Elon Musk 这个火箭 上天回收的题目 农村孩子可能 看都没看过 你让他这个题目上 他怎么竞争呢 所以这样的 隐形的这种鸿沟 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我昨天我在教室里面 其实我感觉挺矛盾的 就一方面 这些债子小孩 有这么好的学校 可以来读了 你看到那个黑板上写 然后旁边全都是 其实就是科举的 就是过去的科举的 金棒题目 就是这套系统 对我们的影响怎么大 这么多年一点变化都没有 对我觉得 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 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是 真的 必不可少没有办法 因为它没有任何一套 更加有效的制度 来公平的选拔人才 但是呢 学校里面的教学体系 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但现在呢 有几件事情 我是在认真做的 第一件事情是 科技与教育教育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 教育产品 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探索 比如说能工智能跟教育结合 大数据跟教育结合 是吧 这个到底能产生 什么样的教育产品 这样的教育产品 未来能不能普及到 公立学校里面去 并且对公立学校的 孩子的学习和老师的教学 产生一个 至少更加高效 或者说是更加快乐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能够做到 就是比如说 现在就是一个老师在那儿讲 所有学生在那儿听 一张卷则考试 合格和不合格 这种方式 有可能会改变 它会可能会变成 讨论型的 或者说是 比如说是人工智能 可能就变成了 知识点教学 老师就集中培养孩子的 情感能力 思维能力 和这个独立思考能力 可能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学校里面的组织模式 学生的成长模式 未来是一定会改变的 包括现在正在 出现的这个区块力 就是不可篡改 这个记录的 这样的一种功能 他可能能够把学生 比如说从初中到高中 他参加的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上课 所有的习题 所有的这个答案 所有的他的表现 都可能记录下来以后 经过人工智能分析 最后到高上 自动给出一种评价 而这个评价是不可篡改的 这个评价其实有可能就 表明了你这个人 其实可以到什么大学去上学 那个时候高考可能就 就是一考定终生 这件事情 可能就会发生改变 那这是一个提问 当然这件事情 能不能来临我不知道 我只能做这么一个设想 那你说那时候 人生会更开心 还会更沮丧 他可能是另一种 因为你少随时被记录 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有可能会更开心 因为他甚至学校的期末考试 都不会有了 因为他不需要期末考试 对 但他每一刻又被 又面临着被记录 也有可能 是吧 所以不知道 至少我认为 现在那个在教室里面 镜头对着学生 记录学生在教室里面的 一举一动的这样的行为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就灾难性的 对人的塑造是很可怕的 男孩子连递个纸条都不敢了 对啊 我们年轻时候高中 给女孩子递个谈恋爱的纸条 偷偷地递过去 看看课外书就透了五分 这是一种人生的美好的回忆 现在镜头一照 纸条还没递过去 下课就被老师找过去 台湾学来 然后已经在区块链上 记下了扣三分 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还是别实现了 所以搞不清 其实我一直认为 真正的教育形态 就是老师和学生的一种 充分的没有压力的交流 并且老师引导学生 对于知识真正的热爱 让学生去追寻 对这个知识的探索 那是一种孔子时代就有的 有教无类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 它现在已经 因为教育变成了一种竞争 那竞争就会有杀伤力 就某种意义上 它就已经偏离了教育本来的目的 那你会担心心动方 加剧了这种竞争吗 我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其实是心动方 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左右互博的那种感觉 学生来到心动方 来到有资源 有能力 来到心动方学习的学生 自然他的考分就会更高 那对于那些没有资源 实际上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现在就是我对心动方的人说 我们心动方不是现在 就是对城里的家庭服务的不错吗 那这些家庭交钱的一部分 我们就要到农村去 帮助农村孩子 那左右互博这件事情 你自己会消化他们还是怎么办 会消化掉 因为我认为他尽管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但是你也找不到一条完美的道路 而那我到了这个年龄 已经有足够的耐心 来看一些问题逐渐的变革 或者说是通过看到这个现象去思考 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而不是说一下子 就是走极端或者跌覆 或者推发科技育教育结合和家庭教育 中国农村相同教育 都是一个你只有通过循序渐进的努力 也许才能看到一点点成果的 那现在这些农村高中 这些孩子其实我知道等待他们的 不管是他们留在农村 还是最后上了北大 都是一场艰苦的人生旅程 而且这个人生旅程的艰苦和烦恼 是一辈子 只要你那口气还在 就不会消失的 但是我依然认为值得他们去挑战 甚至我认为到了北大 可能更加艰难的人生 因为你有了思想 有了独立思考能力 有了自主能力 有了情怀 其实你是更加烦恼的 你自己不就这么一个例证吗 过来 我绝对没有能力像逃行之后的艳阳出这样 发展出一套农村教育的理论来 因为没有这个土壤现在 当时的意义在于什么 中国农民都是不认字的 下去以后少忙运动 让他们的孩子们就是从农村开始 尽管那么必赛当时 来开始学新鲜的知识 在那个时代 这个意义是超级充分的 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已经你没有可能性 也没有这个土地和土壤 来创造一整套的农村教育体系 所以我很现实 我是鼎立的要支持农村孩子 尽可能多得上大学 我先不管他们的什么速度教育 农村孩子才速度教育 农村孩子速度教育比城市孩子好 因为他从小在农村就干农活的 我觉得他干农活长大的孩子 速度教育不会太差 他很吃苦 他勤劳 他朴素 性格开朗 当然现在农村孩子也有很多有问题的 比如说留守儿童长大的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也有很多有问题的 但是总而言之 我就现在就是 有上百所农村高中孩子 在跟着新东方学习 农村的普通高中的高考录学率 一般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也就是说每一百个学生能有二十五个考上大学 大部分孩子带三本 就一本的几乎是父母领奖 那我要提高他的一本的学历 提高他的二本的学历 是吧 还要提高他的整体大学的学历 我一般能把他们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 那这个就意味着 让每一百个农村孩子多了十个至少 上大学的名额 那他只要考上大学 哪怕是三本 是吧 那他大学四年给他的磨练带来的眼光 感觉 格局 肯定就不一样的 那那个时候他再回到农村 他可能就变成农村的创业者 或者是变成农村中间最有想法的人了 那我觉得想法是改变世界的基础 是吧 我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去缅甸 中缅输油和输器管道 那条管道 超级巨大战略 对 那个老总就 一定要了 一定要见你 我说为啥见 见我以后说 我就是你九几年代的学生 当时我就是 本来是陪着女朋友去听课的 结果被你一堂课 一堂课一讲 结果我发现我要自己去 最后到了MIT 学了这个工程技术 现在变成了中国 这种总工程师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每次听到 我就会感到特别骄傲 那一课是特别幸福的时候吧 只要有人这么说 我还是有点用处 所以我觉得 哪怕是能提供 展示的帮助和支持 但这个展示的帮助和支持 我觉得也挺重要 我觉得我人生中间 犯尽重拒的一年 我都没敢填北的 还是我的老师 给我填上北京大学 四个字 紧急着过了一个半月 北京大学 录取读书所下来了 在江音的大街上面 乱叫乱喊乱跳的 往前走 当然我还有几个同学 陪着我 然后呢 老百姓说 这几个小家 我怎么回事啊 然后呢 就是我的同学 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然后全体老百姓 就在马路边上鼓掌 对 来来给大家 给大家介绍 这是学生还是 没有是我们的员工 员工和老师 对 员工和老师 员工呢 我看 你们看得很好 比我们当年 比他们都学生的好了 好得多 不一定 他们现在啊 分心的事情太多了 你朋友男朋友 比较麻烦 尽管老师 一代甚至一代 真正的本领 来自你们内心 就是人最大的本领 不是要靠外在的鼓励 外在鼓励 不管用的 我今天鼓励完了 你明天已经忘了 要靠的是什么 自己内心的燃烧 你必须像太阳一样燃烧 太阳燃烧到最后什么的 不光是自己的燃烧 还能够给别人带来温暖 和希望 我作为一个农村孩子 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 可能还远远不如你们 现在这个状态 你们一定能够做到的 我觉得特别留意的一点 就是你们到生殖院来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发现很少有同学是 欢天喜地的 心甘情愿的 因为你们很多都是上了本科线 才到生殖院来的 为什么又没有去读本科了 因为读本科太贵了 还有这对童年的回忆 你看蔡小飞写 她小时候她爸爸妈妈 带来在工地上面谋生 有一次差点被砸死了 掉下来的木板几十斤 她妈妈以为人都没了 还好 人活下来了 但从此以后就有了一个心理阴影 觉得小孩子不能在工地上过活 就把她送回去了 她就相当于很长时间就留守了 然后留守儿童是什么状况 陆元春讲自她 那个时候在村里面 开着摩托车 在国道上飙 旁边是那种 开到一百卖的那种大货车 大卡车 多么的触目惊心是吧 但是元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 没有爸爸妈妈带她跟着爷爷 也没人管得住她 然后接触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包猪脚 玩碰碰车 捞片门 她的伙伴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你想起她的成长经历 你都觉得特别的惊醒 像踩钢丝一样的 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所以她有一次 我那次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说她其实是很容易变成这种人的 所以后来自己突然意识地要读书了 然后醒悟过来了 才慢慢地读书 然后又回到了校园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什么呢 有些学生回忆她怎么样高中啊 在我们的心目中可能会觉得高志愿的学生都是学渣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甚至很多学生都是来自重点中学 甚至是来自重点中学的重点班 他们曾经也是小镇做题家 只是做题的正确率没有别人高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我当时看到我 对我的振动特别大 因为老师经常说源头活水 但是我们这些工业废水怎么办 这个表达我是第一次看到 我真的是觉得触目即兴地表达 都是孩子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工业废水呢 是吧 你看这四个字让我们当老师的好心痛的其实 他那工业废水那几个字对我触动可大了 十七八岁十八九岁嘛 然后他会觉得我是工业废水 那这个 那这种持重感 你记得你上学的时候 或者二十年前嘛 二十多年前 那代人身上这种东西相似吗 还是有没有 我觉得没有 我真的觉得没有 你看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比如说我也是龙生出来的 你对自己的那种期待 绝对不会用工业废水这几个字来 其实我讲一个我自己的另外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在大学里面教授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学生男学生都不追女孩子的 其实我站在一个他们的一个长辈 然后站在一个老师的角度去观察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那些男孩子 我其实家里也会跟他们聊嘛 因为他们觉得 觉得没资格 因为你说他是追女生 又要花时间又要花钱 而且还不见得能够结婚什么的 就是不过结果是不能保证的嘛 但是像我们那一大人 那肯定是没钱的 但是他们在追求异性的时候的那种自信 那种对年轻生命力的那种确认 然后那种张扬 哎呀你觉得就像个年轻人的样子 对这二三十年真的变化好的 对就是那种被遗弃感缺乏意义感是变得很普遍 哎呀我都不知道是他们表达意义的方式变了呢 也可能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对因为昨天还在车上跟我一个学生聊嘛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哪怕在一个不好的大学里面读书 也整天关心国家大事 觉得好像世界上的事情都跟我有关系一样的 他们就说哎呀不关心那些事情 只关心自己 表达得很直接 其实我的二本学生那本书主要是写着学生在学校的一些 就像您在照相的时候他是有个视角嘛 我这个镜头是站在一个讲台的角度 看到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其实我的眼睛背后是有学生背后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在书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像那些孩子像一个快递一样的 递到大学这个站了 然后递到我的手里来了 然后你打开看了以后 你能够发现他们的整个意识教育 还有比如说家庭成长背景 然后整个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以后 对他们的那种很深的影响 我看的一清二楚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一线嘛相当于 你说我这么多年跟年轻人打交道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重要了 第一次明确的感觉到我要记录他们的生活 我真的以前没有那么明确的意思 就是我昨天好像跟您说过 我就很喜欢上课嘛 就觉得学生好玩 然后跟他们很亲 但是我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 我其实只是一种任务式 但是真正如果说对我触动很大的 就是06年5月份嘛 就因为我上公共课给全校的任何专业都上 然后那天按计划就是要写作文 然后那天那个天气不好 刮好大的风 然后龙东那个地方啊 周边都是山 中间那一块就是像一个盆地一样的 然后那个风刮起来那种感觉 这心情就是有点触动嘛 然后我就说今天写作文就写风 然后那个女孩子 我留意到她好像坐到前面一点点的位置 就没吭声 我把作文布置完了以后 她也没说什么 就写写写一个人 很沉默很快 大概写了二三十分钟就交给我了 还没下课嘛 看完了以后 当时心里马上就那种往下落的感觉 她没申请到奖学金 她说很久没有写作了 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 却是自己的心情 糟糕都不能再糟的时候 然后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 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 正正淒厉的风声 不正好是自己诚实内心的哀鸣吗 你看 当时其实就是比 你是不是很触动吗 当然 因为我当时对风的感受不是淒厉 然后我没想到一个孩子 会用哀鸣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当年就是对我的触动很大 因为我以前觉得学生好玩 反正我上上课 回去写写我的论文 评评我的职称 你们其实就是我的工作对象 因为以前大家对大学生活的理解都是这样 所以这篇文章突然把你改变了吗 容易是 其实就是改变了我的视角 就是你会觉得 其实你这份工作 不是说面对一些符号 面对一些学号 而是面对一个一个的人 他们坐在你的下面可能默不作声 可能你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是他们背后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后面我专门给自己 背了一堂课叫做我的第一堂课 当然全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上这样的课 不是跟他们讲专业 就是跟他们讨论一些问题 讨论什么问题 比如说讨论为什么要读书 讨论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我会拿两三个小时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 你的学生 他们在谈到自己人生意义的时候 谈到自己困惑 他们有普遍的是什么呢 他们说的也是蛮幼稚的 其实有时候 比如说他们为什么要读书 他会举出一些很好玩的理由 比如说为了找一个好对象 也有道理 那么古人就书中自我言如欲 他很坦率 我为了赚钱 我爸爸妈妈叫我读 我就读啊 还有的时候 我要打打日本鬼子 就特可爱 他本真 对 因为我就不会给他压力 我说你们 你们抛弃掉高中的那一套语言 就你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不会说用对错来衡量你们 也不会说从道德的层面来衡量你们 其实就是把他们的内存 先格式化 这样你们回到本真就很大厉害人 回到婴儿时期 就是我是怎么想的 我就怎么说 因为有些孩子 你叫他回到问题的时候 他高中的那一套语言就出来了 智识化的 城市化的语言全出来了 其实我真的 我觉得我在大学里面 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 用很细致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他们最初 他们听到这些是什么感觉呢 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气氛特别好 就是他们发言可积极了 我觉得上课效果真的很好 抢着发言 其实我觉得那个课对学生触动蛮大的 只要上了两三次课以后 如果愿意来找你的学生就来了 有的学生会跟我写很长很张的那种短信 而且你跟学生的交往模式完全改变了 其实我为什么会给他们上这样的课 就说到大学里面来 是人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成长阶段 应该要想一下 让自己真正的成长 不是获得一个文凭 但是呢 其实我在最后上这几年的话 那门课是上不下去的 那我就讲这么多 薛老师看名 好 那你有没有想问他们的 好吧 总之我觉得今天下午就短短40分钟 它 我觉得它挺击中我的 我觉得就那些简单的直言片语 然后那些我从来没想象过的生活经验 我觉得这种非常地具体的细节 对我的影响是冲击是很直接的 然后但是生活包怎么问呢 我特别想坐在一起还怎么样 老师好 我是刘娜 我是在小乡村 原生家庭 但是为了要生弟弟就把我送走了 然后 长大的话也是 那种自卑情节就一直带着的那种感觉 我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大的家族里 父亲有六个兄弟 台航老四 我是老三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我觉得我跟我的爸爸就 就都很像 因为我们都是中间的孩子 我会重视的那一个 我其实富足了三年 之前我去电影了 小北店嘛 不能出浪费吧 但是确实你已经任性了很久了 也得担眼责任了这种感觉 我其实小时候也是一个留守儿童 后面也是跟父母一起到山中这边来 其实我是看过黄东老师的作品 然后知道他来生之院 想的不用想就来报名了 你当时读黄东老师那什么作品 什么感觉 我二本学生 其实当时读的话也会有一种感觉 这是不是就是我的未来的那种想法 诶 语欣 这是徐老师哦 徐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诶 语欣 这是徐老师哦 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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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好 哎呀 你看你都忘记了 那个时候交给我的作业啊 我还保留了呀 我没有记忆了 我记忆力比较差的 没有 你还写得很好玩的 郑敏 会诗了 会诗了 徐老师 你好 你好 张郑敏 你为什么瘦成这样了 你们多久没见了 好像有一年多了 还是多 有一年多 跟你没一年多吧 我去你不是到你宿舍去了吗 你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没有 还好吧 我做课题呀 经历暑假 以前什么样子 你们上学的时候这是什么样子的 变化大法 上学 其实就被认出来了 特别的热闹 人特别的多 晚上的话这里真的是全是人 对 而且这里什么都有 特别齐全 我就住过三个地方来说 就是真的隆冬是最方便的 尤其地铁修起来以后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地铁 这是知识分子 就是啊 就是啊 可以 到时候有个照片还是吧 对 我们坐这里 那个谁呢 还有一个小伙子 韦福啊 韦福 韦福很快就到了 韦福 今天打扮得好漂亮啊 今天我一定在徐老师带你这里买一份保险 徐老师 学老师 坐坐坐坐 你们对黄老师第一印象是什么 理想主义 就是上课他就很真诚的 直辣辣的 什么都讲 会很平等的跟学生那种沟通 很多同学有什么心灵辅导的 都会找黄老师沟通这些东西 他有一点给我精神导师的一个感觉 嗯嗯嗯 对 跟他其实还算聊得多的了 在学生里面 因为雨昕那个时候总是不去上课嘛 整天呆在宿舍 为什么呢 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上课呢 没有没有 其实最主要是感觉心里面没有那个动力 嗯 上课我没有吸收到什么东西 嗯 但是最主要还是自己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说我学到这个东西 我怎么用 也并没有找到什么方向和目标 像我这种不上课的人挂科会比较多 那时候是接受产动教训 嗯 最多的时候 嗯 比较痛苦的时候 嗯 嗯 嗯 但是我会喜欢听他去讲精神世界的东西 就是在精神上我觉得 哎 我上他的课很放松 你记得最早让你们写作文的事吗 不记得了 哦 不记得 记性差 对 稿给他看看 结果结果真机还留在我那里 对 对 对 就是接着 换个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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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龙洞上学偏一点吗 离开广州城远一点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以前说偏哦 但是现在一点都不偏了 以房价为计算 来去衡量这一切对吧 对 所以说到房价 嗯 你上学的时候是对房价的感觉还不那么明显 应该说这样 我根本就不了解房价这个东西 对 就是特别无资 但是就等我对房价有这个认知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去到两三万以上了 你是不是开始对房价有认知了 那肯定毕业已经 我毕业都两三年之后 嗯 就像年师兄说的 他当时的房价是两万多 在我毕业的时候呢 是上升到五万六万多了 压力还是更大的 我后来是慢慢躺平了 嗯 就是觉得有些东西的话必须接受呀 不接受自己会更难受 合并的时候 对 所以当年轻人不想努力 其实也是有任意 好像大家现在已经把公务员当了 最最最最最最最好的工作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最终的一个抉择了 我们我02年硕士毕业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考公务员 好像现在是有很多 可能就是工作了几年之后 嗯 回去考公务员 回去考公务员 对 这种就是真的知道稳定的好处的 嗯 其实就是这样的 是 那你现在对自己未来什么期待吗 说到底 还是那个安居乐 安居乐业 嗯 其实还是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达成了 我觉得我这心情会放松很多 嗯 其二的话 我希望就是 我自己有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可以一直从事下去的一个东西 嗯 嗯 但是前提是满足第一点 或者是跟老师学习写一点点文字之类的东西 你是可以写的呀 你想写什么呢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你把昨天八一只写的挺好的 我等一下拍照好给你看一下啊 好 回去以后 原本不应该是我的吗 哈哈 嗯 反正那个作用永远属于你们 嗯 原本你们哪天想拿回去就到这里去拿 嗯 嗯 好的 我 我等我有勇气的时候 我回去看一下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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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全球华人生命科学家基本上都在这张照片里面超过一半的人是这个program里面的人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出国了对 然后呢后来很多人都回国了 对就像一个怎么说新大陆的历险计 社命科学啊大脑这种上去旅冒险 就中国人这个群体里面的 对对对 这个人也挺有意思 这对夫妇呢是最早进入中国做投资的 但是呢他最后的兴趣是在脑 嗯 然后呢他有一次呢本来是想要把我recruit到MIT去的 后来他说干脆这样吧 他说我的我赚的钱绝大部分是中国来的 嗯 我觉得我应该回馈中国 就后来就是这个消息就走漏了嘛 后来就是北大也来清华也来来争这个 但是呢他不幸大概两三年前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他就把他的骨灰埋在我们门口 真的 他把骨灰分成四份 一份在MIT在我们这边一份在北大 还有一份在这个北市大 他给了三个那个全是关于脑科学研究的 都是都是马格文研究所 对他有几个特别着迷的地方 一个叫perception 嗯 就感觉到知觉 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对吧 然后呢还有他说人是怎么做决定的 decision making 他当时是讲了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打仗 他说有什么仇恨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觉得很fascinating 他觉得赚钱不那么重要 重要是赚了钱以后能够帮助人类能够有这个 对吧 对自我的认识 对真是 他认为对自我的认识 其实就是对大脑的认识 嗯 你这办法做多久了 我看看有2016年到现在 蛮长的时间 蛮长的时间 然后这边这个照片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快要回国的时候 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 就给我送礼物嘛 我一打开是这个东西 就这个这个是一个俯瞰 嗯 就是我们这个NIH的整个这个一个 复看图 复看图 工作生活就是在这一块 这块里面生活了 呃 14年 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 那个工作生活了14年 记忆所以是最珍贵的礼物啊 就是就是我就一直一直留着 其实很多签名的人 后来也逐渐逐渐回国了 我是那个时候是第一个嘛 当时那个就回国了 这挺有意思的一个 挺感慨的 嗯 嗯 嗯 好 我们去走走呗 那咱们 你不要带我去新华走走吗 那好 纽约给你的记忆 是不是很很深的 不非常深 那种巨大的差距 带来那种焦虑感强吗 那时候去美国 不仅生活水平方面 有巨大的差距 然后包括科学本身 你用的这个焦虑哈 这个是几个层面 嗯 第一个焦虑是生存 嗯 我们是中国第一批 所谓的叫智飞留学 嗯 我当时想要申请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有有亲切 有朋友哈 嗯 然后呢当时呢就出了一本 special的一个 science有一篇 special issue 就刚刚分子生物学 进入neural science very exciting 那就请了 大概12个科学家 每个人写一篇 当时饶意 他说不行 你要申请美国 我们就在这里面找 每个人 对 我就选了那个人 叫Iron Black 我就写了长长的一封信 给他 嗯 一个月以后厚厚的一个 envelope 嗯 上面写的 China 香海 贝露 这人能找到了 嘿嘿嘿嘿 就找到了 就就就就就 就寄到我的手 哇这个太神奇了 其实就是没什么人 跟国外联络 对对对对 就很容易找到你这样的人 嗯 他说我给你搞了一个 tuition scholarship 他说你就来吧 嗯 我当时就读错了 我觉得我有scholarship 我就想我就去不要干活 嗯 刚刚到了第一天 人家告诉你说 没钱的 我只是不要你交学费而已 嗯 平少我要给你钱了 嗯 我已经给你搞了 我对你已经很 嗯 我一下子就笑 老师是这样子的 不客气 哈哈 我一下子就觉得 哦 那咋整呢 咱得打工啊 对吧 第一份工是哪个 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是 一个什么功能 你们想都没想到 美国过去发会议的通知 嗯 是一份一份邮寄的 嗯 上面呢有一个东西是 金属的 嗯 你要把它这个拎起来 中间有个孔 再把它翻开来 对吧 你假如说弄一个两个无所谓 嗯 你要用一千个 把你的手的血都搞出来 嗯 你要做的嘛 全部给别人赚去了 哈哈 就穷弄啊弄 弄了以后我就 那个手的指甲里面血都出来了 嗯 后来我们就一个韩国的女生 比我高几届 他说图书馆有打工 嗯 那我就去申请 他说跟我讲两句 我听都听不懂 所以呢人家就不要我 呵呵 我就跟他死磨 这个是跟关系到深存嘛 我就跟他死磨 后来他说那你就这样吧 你就做最后一个 就是在快要关门的时候 拿那个麦克风 说 The library will be closed in five minutes 哦 然后呢我就穷练 练了人家听不懂 哈哈哈 人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呵呵 到了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嗯 有一个美国学生跑来跟我讲 嗯 哦 Your English is much improved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可爱了 对啊 但这段时间很短 嗯 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教授 嗯 他需要一个实验室的技术员 嗯 这个国外还是跟我们这个有关的 嗯 他也挺挺 generous 所以呢 我就基本上解决了 嗯 生活问题 那个最开心的 比如在纽约最开心的 你的记忆是什么 解决 解决生计问题了 这个概念 我 在Cornel毕业以后 就有点不想要离开纽约 这是very enriched的一个一个 一个environment 所以呃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导师 嗯 他说啊 你不想离开纽约那简单 嗯 我给你五个人 嗯 你去选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讲 2000年德诺贝奖的那个Paul Gringa 另外一个人 Colombia一个也是特别出名的一个 一个人 两个都要我哈 嗯 我工作反正是很努力的是 我们实验室可能是最努力的一个 嗯 然后呢 过了一阵子 Paul Gringa 他就跟我打电话 嗯 他说你你来不来没没所谓哈 嗯 但是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 嗯 因为我们的Granton 有一部分是要做细胞培养神经元哈 嗯 他说我们不会 但是呢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呢 人家就觉得 哎有一个专家 哎我想我哪一天变成了世界专家了 哈哈 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西我后来就决定要到他那边去了 他对你很重 这个是这个人很真的好厉害啊 对对对对 他就是这种人家叫charisma 那就是charming 哎 那我就去那他那边 嗯 去到他那边呢 我才知道哦原来我那个实验室阿华 我原来以为我这个实验室最好的 去了他那边就天外有天 那么山外有山哈 他那个实验室好大一个50多个post 当然他那个学生跟老师的 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 有很多很多这个social的 不像我们现在老师上完课 其实更像那样学术共同体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 尽管他很厉害啊 但你也可以approach他 没问题啊 嗯 我就感受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嗯 就是你你突然感到什么叫贵族 特别 就是那些教授啊 那就是贵族 嗯 就是他不是那种我不一有钱哈 嗯 他当然也有钱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叫Jerry Edmond是他那个小提琴拉到 可以在New York Philharmonica 但是他觉得我这做上一次 嗯 就是类似这样的人 一大堆不是一两个 一大堆都是这种人 嗯 而且很多人是欧洲来的 他自己带了钱的 嗯 他带着Grant过来了 再有 会有那种 我觉得这种胶着吗 因为那个世界你看到你也很喜欢 很欣赏那个世界 嗯 但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那个世界一部分 因为那是从小的一个 嗯 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是是 会有一种Outsider的那种胶着吗 嗯 倒不是Outsider的叫做 我觉得是有一种Proving myself 嗯 动力变成个动力 对就是我就想我就是要证明 我也可以 嗯 我也可以be one of them one of you one of you 嗯 这个其实对我在 那个我这个那年 那几年在post到的里面是 其实是不好的 嗯 我我没有意识到 我每次准备的非常充分 就是我们在开Live Meeting 的时候 嗯 但每次人到我的时候 我都讲得非常好 嗯 就是数据有多 对吧 然后呢这个 有点过度努力 对 过度努力 就是一定要证明自己 嗯 我是一个这个跟你们一样 嗯 从这个record上面啊 是比他们做的好 哎 我发文章 他们没发文章 人家有四年五年七年都有 嗯 那我只有三年 我就毕业了 我就走了 嗯 后面的academic路很顺 但是呢 我觉得其中有一段 有一段是缺乏的 就是你 你老是想要证明自己 嗯 老是想要证明自己 嗯 其实不是一个好事 嗯 嗯 好无聊了 我说那你再学什么 经济学 那你说为什么你要学这个 我也不知道 因为好像找工作比较好 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 我大学的时候 我就不找一个有用的 嗯 我就找了一个 可能兴趣可以放一辈子的 嗯 有点想弹钢琴的 还是弹音乐的那种 一辈子的兴趣 我就觉得 那个概念就是好 我不想就是回头说 哎呀我大学太无聊了 嗯 我当时有一些 对汉字的兴趣的 嗯 因为我比较喜欢诗歌 嗯 所以英文的诗歌是 两地 嗯 我说 因为你有个 这个诗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个声音有点 嗯 但是中国还有那个汉字的故事 嗯 冬就是 就是一颗书 一个太阳 嗯 类似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picture 嗯 就是吸引了我 嗯 但是没有特别的 当时可能我讲的更多的是日本 学校毕业了 但是都想的更多的是日本 而不是中国的 对 当时日本是一个 global economy 的superstar 对 嗯 到了日本之后 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影响 嗯 其实日本很多的 含义 也就是来自于中国的 嗯 但是我所接触的朋友呢 都是 随着这 随着类的 嗯 还是有一些是小企业家类的 嗯 他们对中国文化是有随的 但是对中国的 新中国的理解是零 嗯 然后我就觉得一个 一个国家这样子的 其实好像有 太封闭了 嗯 好像有点机会的去 我算运气比较好 因为我是老大 嗯 在我们家 嗯 所以而且我是一个私立学校的 所以我父母还是付了一个私立学校的费用 但是他们就不好付得起 然后到了我妹妹两个都没有上那个私立学校 所以我还算运气好 嗯 嗯 你觉得Ethan对你的影响很大 嗯 可能 他的一个印象就是 你你你你什么都能做 嗯 就怕什么呢 嗯 嗯 why not try anything 嗯 你探索吧 嗯 尝试吧 不一定能成功 但是你不能说no 嗯 差不多是这种这种形式的 所以我当时八八八九年 呃九零年 九零年 九零年之后 呃有点怕 嗯 我记得刚下飞机的 我们都有点看外面的是怎么样的 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国家了 毕竟是一个大国 嗯 毕竟是一个文化大国的 呃人口大国等等 嗯 对人大对北北京最出什么印象 就骑自行车叫飞飞飞天还是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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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的那种自行车的 嗯 就就比较远 然后就是那个秋天就那个呃沙 然后也来了上海了 嗯 嗯 嗯 12月31号九零年 嗯 嗯 住了南京路的一个地方 嗯 嗯 这是比较 比较有天 但是整体的感觉的是这样子的 就就感觉这种经济条件就是太 差距太大了 嗯 虽然我们根本不算有钱人 嗯 呃但是相对的时候算 亿万富豪 嗯 相对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就 嗯 九十九零年 嗯 也还没有南逊 嗯 也还没有人真正去发展 嗯 可能温州有博人 嗯 嗯 浙江吧 嗯 那福建有一些人就是也愿意挣钱 但是其实很少很少的 就基本上没什么人在做的 你什么时候感觉到 哎 中国经济开始明显的 起飞了 是南逊的第二年 嗯 然后就是我就是在武系去做那个强制的那个工作 嗯 英国人在武系的那个工厂 我带了一个很重很重的传针器 嗯 因为他要把所有的那个 design 嗯 那个试剂图啊 就是要发给武系的 安装一个传针 嗯 我花了大概三个星期 确实我失败了 我没有安装成功了 哈哈 因为你要有个电话号码 要排队的 嗯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查队的 所以到三个星期后 确实我就很没面子 嗯 但是发现很多人转电话 类似这种东西的 我认为还是比较的怎么说 前进的 嗯 然后我97年 到了上海的一个安大星 那帮人就是超级优秀的 今天的阿黎的董事长张勇 嗯 也就是我们那帮安大星的人其中之一 然后还有其他的 现在就比较做的比较好的 嗯 然后就慢慢就通过安大星的一些朋友们 就开始认识的中国这种变化 嗯 我的一个好朋友在都伦大学的 他学了1900年 中国的一些时刻都死了那些人 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他说我很有兴趣 我想知道那个人有没有说这个人的影响了 他是不是一 那个时候有没有在一起啊 就说你学这个东西的 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一些可以见得到一个历史时刻的一件事情 I Am touching history 这有一种感觉的 嗯 所以我就在想How to How to 记录 啊当时就 嗯 因为